大家好 上一刻我们已经了解了 PAP中MySeqI扩展的预处理以及事物处理 好 这一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些MySeqI扩展的一些实例 现在我们开始 首先我们看一个实例 就是我们用MySeqI去连接我们的数据库的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直接看原码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使用的是传统的方法 对吧 使用函数 而不是使用我们的面向对象的方法 这个其实都一样 我建议大家往后还是使用面向对象 对吧 因为我们都是基于面向对象的这个开发 好 我们看这个例子 首先使用我们的这个MySeqI connect连接我们的数据库 然后如果连用上的话 它就会 直接PAP 就是Unable to connect 就是不能连接 对吧 这是我们经常用到的 以前用MySeqI扩展的时候 也是这样使用的 然后紧接着就是我们的色口语句我们从这个表里面查找需要的数据 然后用我们这个MySeqI query 执行 执行完之后返回一个结果集 Result 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MySeqI faceRow到Result的这个结果集里面一一获取 注意这里是个Y循环啊 如果获取不到的话 它这里肯定是回闹了 那如果能获取到 它就一直往下获取 一直循环着往下获取 然后每次都打印出来 这就是我们用传统的方法来连接我们的这个数据库 对吧 好 我们除了连接数据库 我们经常要做的还是还要读取我们的数据实例 读取我们的数据库 对吧 跟这个是一样的 也是读取数据 来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代码就是使用我们的这个面上对象的方法来连接数据库了 首先通过我们的这个MySeqI 这个类来连接我们的数据库 如果连不上 它这个connect arrow 就会有值 然后如果它有值的话 就表明连接失败了 然后就输出连接错误 对应的错误码以及错误内容都展示出来 如果连上了 我们就输出success对吧 然后紧接着就是我们的色口语句 从cd这个表中找到ID唯一的这条数据 通过我们的这个对象的curement方法来执行这个circle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结果集的这个non-rose获取到它对应的函数 这是这个MySeqI这个通过它的state方法来获取它的那个数据库的这个统计一系一系 然后紧接着就是关闭我们结构机 然后关闭我们的数据库列键 对吧 其实这两个 这个啊 主要是这个MySeqI这个close方法 来关闭 一般我们的php在脚本执行完毕之后会自动关闭 但是也建议大家 直接 手动关闭 一般我们都是写在我们的一个对象销毁的这个这个吸构函数里面来关闭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个一个数据库操作的这个封装的实例 看这个类是叫做db下号线MySeqI对吧 然后首先它有一个属性私有的啊 叫做db 然后它有一个构造方法 构造方法里面为空 然后写了一个get的魔术方法 好 我们看 就是如果 这个get这个阐述内 它在它是db啊 相当于这个这个get内只对我们的这个db属性起作用 然后如果 设者的get的db的话 它就通过 它是直接返回我们的这个db属性 对吧 其他的属性的话 直接返回那 然后看到的列阶 首先这个列阶的话 这个参数的话就不多说了 对吧 host 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的db 插赛的 然后我看我们这里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db属性存在 已经有值了 并且它是我们这个MySeqI这个类 这个类型 并且不是强制要重新生成的话 我们就直接return 也就是说这是列阶的调用 这是connect的调用 就不起作用 如果 这个db属性 它是个na 里面没有 里面没有付过值 对吧 那么它就重新 列结我们的数据库 而列结完数据库之后 就选择设置一下这个字符集 这是我们的列阶方法 这样的好处在于 如果我们在一次请求中 如果已经连接过一次数据库 那么下一次再通过这个函数连接的时候 它不会再连数据库了 因为它这个db已经是连上的这个MySeqI的这个对象了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而这里 这个selectdb就直接调用我们这个MySeqI的这个selectdb的这个方法选择我们的数据库 对吧 然后 看我们这个fetchError fetchArray 就是获取这个数据 对吧 是以我们的字段为下标的 你看它传进来的这个curant 这个curant是这个MySeqI的这个类型的 通过这个curant的这个fetchArray这个API 然后直接就获取到了 看到deadseed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移动的一个下标 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个方法 这些都是在原有的这个curant上面 就是mySeqI的这个结构机 这个类的 类上面的一些操作 对吧 这个curant的话都是这个 来 我们继续往下走 看我们的curant方法 首先它接受一个circle这样的一个参数 然后我们看 这个mySeqOpenLogs 这是我们的定义的一个长量 对吧 你看这里其实是那个是我们的这个circle start 它就是circle开始执行的时间 就是我们每执行一个circle 我们都有一个日子 然后中间我们就 执行我们的circle语句 对吧 然后下面如果打开了这个长量的话 它紧接着又是获取这个circle执行的时间 那我们这个结束时间减去这个开始的时间 就得到我们这个circle语句执行时间 对吧 得到执行时间之后 然后我们获取到我们的这个db的一些信息 你看 然后获取到它的这个执行的 如果是个slack的语句的话 我们要获取它的这个circle语句 对应的这个执行计划 执行计划拿到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circle语句 这些信息执行的这个circle语句 时间 耗的时间 以及我们的db的信息 还有我们这个circle语句的执行计划 存到我们的这个mycircle debug query里面 这个全局的这个变量里面 对吧 然后就返回我们的这个circle语句执行的结构记忆 其实 主要是 这个主要 主要是在项目里面 刚开始用来开发的时候 可能没注意了 然后就来debug一些circle语句的执行效果的 而在我们的大项目里面 这个基本上是使用的很少的 我们直接在mycircle程 把这个minecircle打开 对吧 把minecircle打开之后 一旦有circle语句查询时间 耗时比较长的话 db立马就把这个circle语句 分析一下 看它是否使用到锁印 然后它会联系我们的rd 然后我们的rd 再来自己调整自己的业务 看是不是 是要键锁印 还是说这个收尾区的一些外条件 是这个顺序要调整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看我们的prepare 也就是我们的预处理 对吧 然后effect arrows 就是这个影响的函数 然后error是我们输出列结的error 这些 free retard 是适当结果记忆 然后insert id 就是如果是条插入句的话 我们获取最后的这个插入的id 然后close是关闭我们的这个 数据库列结 这里 有两个很适用的地方 一个是这个 列结我们的数据库的时候 并不是每次调用都来列结 这个地方 要注意 然后第二个 就是它的这个cure方法 执行的时候 它写了 它通过我们的这个列结 自己来写了一些分析语句 来记录日志 这个在线上生产环境的话 建议关闭 不要打开这些操作 因为这个本身也是比较耗时的 我们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 MySQL的曼查询 就能抓到一些数据了 对吧 在开花环境的话 我们是自己可以这样干的 也可以通过那个 MySQL的曼查询 来处理 对吧 当然这只是一个示例 对吧 好 这个我们就到这里了